好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支点 前期差错更正三颗心 看见了吗 换句话来讲 这个差错更正在我们筑块考试当中 考的频率相当高啊 真的相当高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掌握其方法 并不是要求你背题目 背题目没用 请告诉我背题目没用 就是要掌握其方法 这个方法怎么去处理呢 只有通过做题 你先把我所讲提琴先弄懂啊 弄懂完了以后 在此基础之上去做题 通过练题 你就可以掌握其方法了 所以我老说会计熟练工种 什么叫熟练工种啊 你做题做多了自然就毁了 我可以告诉我经验 我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那么那时候我当老师 当老师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学校还没这门课 没有这个准则 没有没有颁布 后来是在讲 这个会计执政考试的时候 和助作业师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这个 有这个 那么那时候说实在 我也挺头疼的 怎么弄啊 这么做那么做 到底怎么做呀 就不知道怎么做 没有一个完整的思路 那现在我知道了 那第一 你得先知道提琴什么提琴 那么第二个呢 练 练完了以后你就会了 就是这么回事 练到一定程度就会了 好下面我们来看 第一 对不重要的前期差错 直接调整当期相关项目即可 那么也就是说 不需要追溯 比如去年少提折旧 少提折旧 0.1万元 那么今年直接既有当期就可以了 第二 重要的前期差错 应该采用追溯 重塑法进行更正 好 那么什么是追溯重塑法 是指在发现前期差错时 视同该项前期差错 从来没发生过似的 从而对 财务报表相关项目 进行更正方法 比如说发现了去年差错 视同为去年 没发生 我追溯吗 追完溯以后 那么相得去年 没发生这差错 那叫追溯重塑法 好 现在我们设置了两个术语 追溯重塑法 与追溯调整法 有什么区别呢 先来看第一个 追溯重塑法 是用范围是前期差错 是用范围是前期差错 知道吗 前期差错 那么其中涉及到损益的 一定要通过以前年度 损益调整科目去核算 然后呢 调整完以后 再将以前年度 损益调整科目的余额 转入到利润翻排 未翻排利润科目中去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 追溯调整法 那是重塑法 这叫调整法 适用于快政策变更 政策变更 其中涉及损益的 不通过 不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而直接调什么 盈益攻击利润 分排位分排利润 这是他们的区别 好 那么确定前期差错 影响数不切实可行的 想追追不了了 那么可以从可追速 重塑的最早期 开始调整留存收益的 切出余额 曹报表其他相关项目的 切出余额一并调整 实在不行 我想追追不了了 那只能未来深化 比如说 我的账簿损毁了 电脑损毁了等等 那没有资料了 我追不了了 那只能就是未来了 好 下面我们来看到单项选择题 这个题型应该说是很少出现的 这2019年考虑很少出现 甲公司注册在已是 在该市有大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由于所处的地方比较偏僻啊 所以已是没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 无法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那么后面话甭看了 先问大家 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 应当用什么方法 你只能用成本方法 只能用成本方法 没什么好说 只能成本方法 对吧 你想用公寓 用不了公寓 好 那么以前年度 甲公司对已是投资性房产 采用公寓模式 进行后计量 那么说明什么 错了呗 错了吧 报我 好 经董事批准 甲公司从X29年1月1日起 将投资性房地产 后续计量 由公寓模式改为成本模式 公寓改为成本 公寓首先改不了成本 这是第一 第二个 原来的处理方法是错误的 是错误的 所以现在要追溯调整 是错误的方法 假定投资性房产 后续计量模式的改变 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 重大差错了 那么甲公司快处理方法 作为政策变更处理 可以吗 跟政策变更一点关系 它不属于政策变更 也不属于估计变更 对吧 那么政策变更谈不上 话都崩看了 那只能做什么 作为前期差错 前期差错公司 才能追溯重塑法 进行快处理 只有这个才对 同时调整比较期间的 比较报表期间的 这个项目 相关项目 所以答案应该选择地 所以由于已是没有活跃的 房地产交易上 所以假公司不能对已是投资性房子 用工业模 只能用成本 所以以前的处理方法错的 你以前的处理方法错的 所以应该作为前期差错 更正处理 而且要调整可比期间的信息 这叫追溯 重塑 2015年考题 下列情形 根据快语准则 应当重塑 比较期间的 操务报表 就这个题型 我记当中 2020年就考了 这种题考好一次了 重塑比较期间的 操务报表 相关项目 本年发现重要的前期 前期的差错 刚才说过了吧 那么要重塑比较报表 比较报表 就是两年的 比如资产负贷表 一个本年的上年的 利润表 本期和上期 对吧 B 就得B考最多 40最多 发生同意控制下合并 自最终控制方 取得被投资单位 60%的股权 这个需要重塑比较报表期间的 因为这属于什么 集团公司内部的诟币 这个B考好一次了 这个B 我再讲过 说了多少遍了 计算非常麻烦 计算非常 我在河边报表那张 要讲的这问题的 计算相当麻烦 但考过 应该算这次 算这个20年这次 那么应该考过 三次了 我记当中 三次了 好 C 因为部分处置 对联营企业投资 将剩余的长期股权投资 转为采用工人 价值计量的 兼容资 这个既不是政策变更 也不是估计变更 所以没有重塑的问题了 所以这个不需要 购买日后 12个月内 对上年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中取得的 可辨认资产 负债暂时 确定的一个价值 进行调整 那么这个是需要的 答案除了C以外 除了C以外 C 直接作为当期事项 ABD在这儿 都需要重塑 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 第三 重点 我重点要讲三了 历年会计差错 更正 常规提醒的总结 非常常规 那么提醒你知道了 剩下就练了 而提醒 你要掌握什么 掌握它的方法 好 下面来看 第一种提醒 本年发现本年的差错 什么意思 今年发现今年的 今年发现今年的 比如说 2020年发现 2020年 2021年发现 2021年的 就这种提醒 好 工作方法 直接调整相关的会计科目 其中涉及到损益的 也直接调整相关的科目 特别强调是 如果属于自然负债表 日后事项期间发现报告年度差错的 只要题目中明确说明不通过以前年度 损益调整科目 集合算的 那么这个提醒也属于第一种提醒 也按照本年发现本年差错的处理方法处理 这种提考的评论最高最高的 下面我们来看 2019年综合题 这个题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是根据考生回忆的 我们来在这做了一个调整 来看一下 蒋公司X8年 财务报表经审计人员审核实 审计人员审核实 对以下交易和事项的快处理 提出了一个质疑 好 那么这个资料是在最后的 为了讲科方面 我给挪前套来了 这个资料在最后最后 所以这个大题我说了多少遍了 第一先看两头 头在这呢 尾最后最后 我给挪前套来了 叫其他资料 叫其他资料 然后再看要求 然后按照要求再去 按照前面资料去做就可以了 其他资料来看 第一 甲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率25% 一看到这的话讨厌 为什么讨厌你知道吗 你得考虑地银所得税 地银所得税 那么差错更正中 基本上 最后我说到 基本上都是考的地银所得税资产 好像还没出现过地银所得税负债 终极考试出现过一次 未来年度能够取得足够的英纳税所得 用于抵扣可抵扣资产 说白了 地银所得税资产 大胆的确认就可以了 第二 差八年初 甲公司不存在地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账面余额 那么以前没有 第三 甲公司原取得对乙公司30%股权时 乙公司可辨认竞产供应价和账面价相等 没有差 第四 不考虑其他水费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判断甲公司的上述交易和事项的快速率是否正确 好 然后第二 说明理由两问 如果快速率不正确 编制 看好这俩字 更正 会计分路 跨项无需通过以前年度水调整科目 无需通过 那么一共三问 第一问 记住第一问啊 是否正确 一般考试最多六个资料 记住 一定都是错的 没有一个对的 没有一个对的 先说告诉你 没有一个对的 从 我记忆当中 从90年代初考到现在 好像没有一个对的 全都是错的 所以上来答 不正确 0.5分到 以前是0.5分 现在多少不知道了啊 0.5分 0.5分到手了 那么如果考六个题 五六三分 三分白给的三分啊 你别给我这么答啊 和半对 完了 不给你分 说前三个对 最后一个不对 半对 不给分 一定给我答 快处理不正确 然后理由骂号 你知道吗 一定怎么答 第二问理由 就写理由俩字 骂号就行了啊 然后理由怎么说 尽可能说 能复制 粘贴还是那句话 我讲复制粘贴 能复粘贴 复粘贴 车轱辱话说的没关系 你记住 我要上考上 我答的那个理由和标准答案 也可能是不一样 也可能出了 但我出了可能比你们要少一点 你知道吗 但是颜值有理 就给分 最后一问 边翻路 边翻路从来都是 这几年好地 从来都是不需要通过以前年的损计调整 第二个 涉及到这个明细科目 一般不写 一般不写 好 下面我们来看他的提醒 一 因国家对A产品实施限价政策 假公司生产A产品市场售价 限价吗 每件15万 成本多少 成本21万 卖亏了吧 卖亏了 成本21万我卖多少 国家限价只能卖15万 然后根据国家相关政策 从超半年1月1号起 每卖一件 国家给补 一件给补10万 那么这25了 也有10万 国家给的 15 那是我卖的钱 对吧 成本21 好 超半年度假公司共卖了1120件 收到政府给的补助是 13600万元 和这个没有关系 你算一下数不是一数 跟他没有关系 税法规定 解自国家取得资金 除了作为出资外 应进入当清纳税所得 缴纳所得税吗 交 当然交了 甲公司将上诉政府补助 进入到超8年 应纳税所得中 交税了吗 交税了 所以应交所得税没问题了 应交所得税交了 不欠税 这就好办了 但有没有地盐 有地盐的问题 对上述交易是 甲公司进行了以下的快据处理 第一 收到钱了 收多少钱 那么收到13600 就下面那个 收到政府给予补助的13600 借行送款 代计 地盐收益 错了 为什么错了 这个内容一定要弄清楚 是国家 国家和企业之间的一种交易 换句话来讲 是国家相当购买我的产品 相当于国家购买我的产品了 所以这个内容不属于什么 不属于政府补助准则 属于收入准则规分内容 这种内容我们在前面讲了 讲了多少遍多少遍了 我举了很多很多例子 很多很多例子 所以这个内容是按照收入准则 确认后面再讲理由 所以走地盐收益错了 然后再把它转过来 借地盐收益 带营业外售 带营业外售 带营业外售更不靠谱了 更不靠谱了 那么他们不算的 卖多少件 是1120件 然后补了一个10万 他列营外售 根本走营外售也不对 应该走主营业务收入 对吧 这俩都不对了 这也不对 这也不对 再接着看 转成本 转成本靠谱 借主营业务成本 带库尊商品 1120长矣 每件成本21 这个正确 然后第二 然后卖 卖价格不15吗 借价所管代际捉营业 这也对 这两笔分楼都对 这两笔分楼对 卖的价格不15吗 这都对 好 答案 资料一 处理不正确或 快处理不正确 理由骂号 看到了吗 后面理由 尽可能说 看到了吗 尽可能说 你千万别摆着 别空买 空买可没分的 理由尽可能说 假公司按照规定的 限制价格出售 政府对差价给补偿 最终受益者是消费者 假公司并没有直接 从政府取得无偿的补助 且从政府取得经济资源 是与企业关键词在这 与企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等活动密切相关 且来源于政府的经济资源 是企业销商品或提供劳务的 一个对价或者是对价组成部分 换句话来讲 这个对价是两部分构成的 一个客户给我的钱 一个国家财政给我钱 两笔钱 政府购买劳务 政府购买商品 所以应该按照收入准则 与确认和处理 所以收到的这个补助 不属于政府补助 后面再加一句话 也可以 按照受准则处理 也可以 更正分路 不应该走营业外收入 不应该走营业外收入 不应该走营业外怎么办 给我冲掉吧 所以借营业外收入 1120 转哪去 转主营业外收入 转主营业外收入 好 那么这个跟着完了 这个跟着我滑掉了 这个跟着我滑掉了 滑了 那么再接看 DN收益 DN收益差额 那么是13600 这1120 这个差额 如果在贷房 在借房冲掉 是吧 借DN收益吗 好 这个我滑掉了 这个滑掉了 洋葱啊 从来不会更正的 好 那么多出 多出来一份钱 怎么办 预收啊 相当预收啊 所以贷 你别给我贷 别给我贷预算吧 贷的是合同负债 新科目 2400 好了 那么这个DN收益 这个DN收益 这个DN收益 还是这个合同负债 那么这块一定要记住 是按差额 人说老师 你就两个DN收益 我为什么写一个 记住在插测更正中 只能写一个 出现相同的科目 看见了吗 什么相同科目 一定要合并 这是他考试特点 一定要合并 你不要给我写两个啊 更正啊 不要给我写两个更正 这是第一 第二个 有人说老师 我把这两笔分路 倒过来编 编红字更正分路 再编正确分路 再写正确分路 行吗 不行 按零分处理 一定按零分 我红字更正 然后我编正 怎么不行啊 我怎么不行啊 老师我原理就这么学的 那叫原理 那叫快学原理 不是我们考试用的方法 凡人那么做的 二零分 记住说话啊 所以说这个DN收益 这个DN收益 看见了吗 一定是嘎叉 嘎叉叉叉 然后再借方冲掉 转哪去 转到合同负债中 这是一个 最后一个 应交所得税 不需要调 但是DN所得税资产 需要调的 为什么呢 出现合同负债了 那么合同负债这个内容 属于可抵后差异 可抵后差异 为什么可抵后差异 我再强调一下 没学过没关系啊 没学过的 慢慢再说啊 合同负债 它的账面价值多少 账面价值是2400 我问你吧 计税基础等于多少 计税基础套公式 有这么一句话啊 负债计税基础等于 负债账面价值2400 减掉未来允许扣出金额2400 等于零 那么叫可抵扣 可抵扣走DN所得税资产 不就完了吗 所以2400乘25%是600 完事了 完事了 你看这个分路 干净利索 干净利索 好 这是第一题 好 再看第二题 2018年 甲公司进行内部研发 考多少遍内部研发 内部研发 我强调多少多少遍了 多少多少遍了 内部研发特别特别好 甲公司内部研发 开发活动 共发生800万元 其中费用化支出300万 资本化支出是500万 用银行存款支付 研发活动所形成的 无形资产 至差8年12月31日 上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还没完工呢 税把规定允许家计扣除 也就是说按照准则规定 这么出来 税法怎么说的 那么计算当期应纳税 所得是加计75%的税前扣除 这是什么 这是废话的 资本化呢 是按照什么 成本的175% 作为摊销额 对吧 好了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我原来讲科在这说过一句话 加计扣除的 说过一句什么话还记得吗 说这么一句话 确认不确认点所得税 资产不确认 理由 怎么说来着 第一 不是产生几何运 第二句话 初始确认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 所以不走点所得税资产 我说不走 你考试别给我写个走字 不确认 不确认就好了 我们十五中有不走那刻 不走那刻吗 走 头语 或者说这个日常生活中的用语 但是考试你别说 郭老师说走 不走 写这个走字 别这么说 确认 换成确认 你知道吗 所以说不确认点所得税资产 两句话 理由就可以说出来 好 接着看 假公司快处理如下 第一笔风楼 借研发支出 二级科目废话支出300 正确 借研发支出 二级科目资本化支出500 正确 代价存款800 正确 第二 找走比较 废话支出没转走 没转走 转哪去呀 转管理费呀 还没转 没转吗 第二走地呀 根本不走地呀 根本不走 这数里看都甭看 93.75怎么来的 你别管 没用 没用 好 来看一下吧 资料二 快处理不正确 理由 且内部研发活动 发生的废话支出 在期末时 应该转入当期损益 因资本化支出 加计 摊销的这一步内容 形成差异 由于该差异 不是产生于企业合并 同时在确认时 既不影响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 所以 不确认该赞差异的 所得是影响 或者不确认点所得税 可以 更正 更正很好说 那么这个废话支出 三百万转走 借管理费 代研发支出 废话支出三百 这块人家写明细 咱这块也写明细 人家不写 咱也不写 对吧 第二点分路 根本不走点 给我反分路冲回 反分路 这不是代计 所得税费用吗 借所得税费 代计点 所得 反分路冲回就可以了 简单吗 真简单 真简单 第三 X8年1月1号 贾公司持有联营企业 以公司30%的股权 账面价值3200 其中投资成本是2600 这投资成本 前面说过了 没有经过调整 损益调整是600 X8年9月30号 贾公司与市场独立 第三方签订 不可撤销协议 以4000万的价格 出售以公司30%的股权 至年末 上述股权尚未完成 出售上未完成 什么意思 上未完成 什么意思 持有代售 持有代售 贾公司预计在 X9年6月底之前 完成上述股权出售 第二年才能完成 所以叫持有代售 9月30号 X8年 以公司实现利润1600 其他综合收益是200 其中前9个月 实现利润1000 这一千我得按持股比例 30% 我要借长头 代头的收益 对吧 那是我的啊 那600可不是 那600可不是 那么600就不适合了 因为什么 进入持有代售之前 是我的 其他综合收益200 那是我的 假定税法规定 资产按取得时的成本 作为计税基础 取得时成本就是 2600 对上述交易加公司 进行如下处理 第一月翻路 实现利润了 实现利润 借长头 没问题 没写明信 你不要写 代季投资是1600 成30% 这错了 这错了 应该多少 应该是前9月是1000啊 1000成30% 借长头 代其他从200 这200没问题 200是前9月的事 所以这个数不对 这是第一个不对 第二个不对 因为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已经签了协议了 马上要出售了 所以符合不符合 什么 以后能转回来吗 那低延所得税 以后能转回吗 能转回来 所以要考虑低延所得税问题了 所以这块产生了一个暂时差异 如果说是近期出售的话 就要产生暂时差异 那么再一个呢 还有一个问题呢 你既然签了协议了 那么在这时候 既有持有代售了 所以要把长头 要转为持有代售的 转为持有代售 它都没做 下面来看 资料三不正确 理由 该向长期股权投资 签订不可撤消息 符合持有代售划分条件 且应该将其划分为 持有代售类别 并且不按权益法核算了 由于该向长期股权投资 以近期出售 因此权益法下的 长头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就不一样了 因此要确认点所得税 一下 好 这一个 接着看 划分为持有代售 这个资产的类别 这个金额多少 那么这个金额 第一 是年初的账面价值 3200 这也没问题了 加上前九额月 前九额月 看见了吗 前九1000 加上其他 1200 其他从头是1200 乘以持股比例30% 算出3560 所以账面价值3560 公允价值减掉 出售费用 金额4000 售价不4000吗 二折一笔 熟低原则 减值了吗 没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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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提减值呗 不需要提减值呗 好 这是一个问题 庚账翻路 庚账翻路 那么第一 借长头 带投资收益 多了一个600 冲掉它 借投资收益 600乘30% 带长头 这是第一 第二 转为持有代售 转为持有代售 所以借记持有代售 自然多少钱 不知道 带记长头 咱知道 最早金额2600 所以调整呢 那么这个600 那么这块有1000 这个1000 长30% 其他综合 收益200 长30% 看到了吗 好 合在一起 3560 然后呢 还应该确认 地银所的增值了吧 增值了走 地银所的税负债 带记地银所的税负债 那么对应的科目 看好了 2600 税法会计规定一样 那么900 增了 税法不认900 所以这900 乘以25% 对应的是锁的试试 那么这60 对应的是 其他综合收益 这60 不走其他综合收益吗 对了其他综合收益 我们这会儿 也要走其他综合收益 好 那么合在一起 204 这个题是第一次考 这个题真的是第一次考 第四 X8年 甲公司因销售币产品 共收到价款1000万元 销售币产品是 甲公司向客户承诺 在销售币产品两年内 由于客户使用不当 对使用不当 不是三包规定范围之内 使用不当造成的 这个故障 甲公司将免费提供修理服务 这不水三包 首先跟三包没关系 使用不当 我也给你修 那么显然你多收钱 肯定你多收钱了 甲公司两年期维修服务 可以单独坐价出售 与本年所销售商品 相关两年的维修服务的 售价是100 好 预计维修成本80 甲公司不付 产品免费维修服务的 这个售价多少 是920 920 好 那么上述已售币产品的 成本是700 至年末 尚未发生维修的服务 所以这条题我卖多少钱 那么对价金额是1000万元 这1000万元 注意这1000万里头 包含两件事 一个是销售商品 是10.15 一个是10.15 所以分别确认 所以要对这个交易价格进行分配 按什么标准分配 按照商品的单独售价 商品的单独售价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维修的单独售价比例 对先分配 是吧 好 应该这么做 好 税法和会计规定处理原则一样 翻路 借阳存款 正确 带收入 错了 起码你分配 还有一部分应该走什么 应该走负债 合同负债 转成本没问题 正确 借主营业偶成本 带扩尊商品 那80万是预计发生的 借销售商品 带预计付责 那肯定错了 这不是三包费用 不是三包 所以这个实际发生的时候 才能走上 实际发生的时候 你也不能走销售费用 实际发生时应该是 列作 合同履约成本 应该进到那去 这个他跟他不会说的 好 下面我们来看 资料四 处理不上去 例如 甲公司提供两年期的维修服务 构成一个单项履义务 应该按照项商品 提供服务的单独售价比率 对交易价格1000进行分摊 分别确认 所以B产品单独售价 920给你了 单独售价920给你了 这920给你了 然后维修服务的单独卖 要单独卖多少钱 单独卖的是100 那是100 好 按照这俩比率分配吗 所以合同总价 交易价格1000 所以来看一下 那个商品的交易价格 这是一个 那维修的交易价格 那么进行分配 对谁分配 对的1000分配 对1000分配 1000在这了 那么分母上什么 分母上是两个单独 是920加100 920加100 分子上各自的单独售价 那么算出是901.96 这是应该确认这个收入 刚才确认以前多了 多了一个98.04 这个98.04 应该转哪去 转到合同负债中 转到合同负债中 所以来看更正分路 那么应该确认的收入是901.96 所以更正分路是 收入多确认了 冲掉它 借主营业务 时候98.04 98.04 代计合同负债 转为合同负债 这一个 那么这笔分路 根本不存在的 给我反分路冲回 借预计负债 代销售费用80 本年没发生别业务 没发生 没发生就完事了 就这么简单 好 这是我们讲的 2019年的考题 这个题目 考生活一般 一共有四个资料 一般最多六个资料 这是四个资料 相对来讲 这条题应该没难度 没有难度 那么大家慢慢的 去接触这方面题目 通过历年考题 去研究它的题型 研究它答题方法 不要败 记住不要败 这是最关键的 好 这时候我们看一条题